出啥事了 哎哎哎 元快过来过来 给你刮袋叔叔分析分析 分析啥 搞庆了事啊 高兴还没消息啊 没有 把人急死了 陆元啊 你赶快想想办法 这份 又出什么事了 哎呀 不要哭 出什么事了 匡上 匡上死人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来这儿的第二天 你们的司机在吗 司机我让他回去睡会儿 我 我来跟你们商量一下 看这事咋办呀 那匡不是都已经卖了吗 卖了是卖了 卖了他还是领导吗 这匡都卖了他当啥领导 我听高庆说了手续还没办 钱还没付完呢 现在中央正在打击着 非法开矿 倒卖矿 我女婿是有合法手续的 她还是现场的先进呢 我是说 你们恐怕还不了解 你女婿这个人 你才不了解呢 心想啊 能给村上捐钱修路的人 我心思那不能是坏人 匡上死人 又不是高兴弄死的 抓高兴干什么 贵爷 高庆是法人代表 卢哥 你说这咋办吗 你先别着急 咱们把事情弄清楚再说 好 这样 你们先回去 把车准备好 吃完饭以后 我们过去看看 我也去 你去警惕用 打快回收拾东西 让王上弄 打快回 我咋能不去呢 那我们先走了 卢哥 那你快点啊 行 我们先走了啊 先走了啊 去准饭 吃饭好走 陆爷 陆元不能去 去了被抓了咋办啊 让他去吧 好 人有头债有主 政府不能乱抓人哪 打了吗 打了 您给的那号码呀 打不通老关机 接着打 要不再问问夫人 看他有没有其他号码 他们两个呀 从来不把我的事当事 一个埋头顾挣钱 另一个天天围着女儿转 要不 我去龚大夫家看看 他先生回来了没有 也好 你有空就去问问龚大夫 佳佳的婚期定了吗 定什么呀 又吹了 不是说春节办喜宴的吗 什么喜宴 别忘了去问问龚大夫 陆元 好好吃啊 你也赶紧吃吧 一会儿去 给 我回去啊 问我爸 况是死人的事 他应该知道 不许找他 为啥 这种事自有政府把握 你别给他添乱 我又不让他干啥 他也不会跟你干啥 啊 你就去了这个心思吧 爷 你放心吧 我爸是个讲原则的人 吃饭 今儿一清早啊 我上咱家坟上转了一圈 你在早上坟上干啥 我跟你太爷说了 也跟你奶奶打了个招呼 我想跟你回去呢 想回去就回去呗 也好看看病 病就不用看了 我心里清楚 这零件失久了 就不好使了 那您回去干啥呀 东家 咱不急 等卢元把事情 问清楚以后 咱们再回去也不迟吧 就是爷 人就在龙岗 等会跟人说完了再说呗 卢元 我吃好了 爷 我先回屋收拾东西了 吃好了 吃好了 爷 你别着急呢 人已经找着下落了 你还怕他非了不成 爷 我也要回去 别添断 爷 要不这样 您哪 就别去了 等我那边说好了之后啊 再回来接您 行吧 好 爷 吃点 吃点再睡吗 不吃了 爷 你慢点 快 慢点 慢点 陆元 你记住 可一定要把人寻见 我知道 和屋里存的那些东西 可不能让那人动歪脑筋 贵爷 您说什么呢 陆元 别忘了咱开福字档的事 我知道了 不能开了 行 那我先走了 贵爷 爷 我先走了 先生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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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楼爷 车刚走 走 陆元 回去以后我先招手 把电弹行更名 和股权转让给办了 行 隋元 隋元 请别着急 出了这个山就有信号了 反正事已经出了 要沉住气 陆元 你还和他一起去订评 不用了 不用了 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 没关系 没事 我知道你事多 我听高庆说 你们合作的那个什么大厦 不是还等钱用吗 这高庆一出事 本来就把你撂到空里了 你先忙你的 我没事 也好 反正我现在也不离开唐安 有什么事你随时跟我联系 妈 你不是昨天刚送过吗 向明每天打电话来都问您 向明每天打电话来都问您 我过来看看 有什么不对吗 向明回来了 没呢 他说还得几天 这是我给您包的汤 热了给老太太喝啊 你给我打听的那个 卢元的电话 为什么总打不通啊 不会吧 我是从雨红的通信录上 抄下来的 那应该不会错呀 换号了 妈 听向明说啊 这个人可不怎么样 说不定公司要辞他呢 为什么 说不清 妈 您劝劝佳姐吧 我看这回这个男孩就挺好的 可是他又要吹 卢元怎么了公司要辞退人家 妈 您就这么一个亲孙女 你看 我问你话呢 您问向明吧 我说他 我说他 她是从她来自一样 她要说 你看她都忙成什么了 您总是这样说他 女人不善呢 女几也不善 我看呢 她是站在前眼里了 那您可得了解清楚了再说 我的儿子 他眨眨眼睛 我都知道他哪根筋在动 还用问 妈 您记着跟佳佳谈话 您的话他听 行 行 我觉得人如眼挺好的 阿姨 记着给老太太热烫啊 好嘞 开广汪梅啊 这几年是把钱挣了 可是这风险也大呀 不出事还好 一出事就是大事 我们家高庆这几年开矿 一直是小心小心再小心 哪一次开会不给这些工人说 安全第一 注意安全 这倒了还是让他给碰上 跑都没跑力 这也是天灾人祸 没办法 高老板是咋发起来的 刚一开始 我们两口子给矿人干活 他在矿下挖煤 我在井上给人洗衣服做饭 你不知道 每天每天晚上回来 他都累得跟死人一样 往那儿一睡 连句话都懒得跟我说 白天他下井 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我生怕他在踏道里头 就再也见不上我 还好 他眼亮 听话 人也勤快 老板都喜欢他 后来我们买了一辆小四轮 给矿人跑运输 再后来又拾走了人家一辆破车 就这样 他开车我陪着他 娃呢就让他妈帮着我们带 有一天我家突然来了一群人 说是在哪一块给我们 把房子已经盖好了 只要我们能从这儿搬出去 就给我们一笔钱 我们一看全村人都搬了 后来就拿这笔钱买了个小矿 从这儿就把矿开起来了 我为啥不干了又要卖 你不知道 高庆嫌操心太大了 你说这搞不好就是出人命的事啊 没谁越挖越多 这心也越操越大 这心里天天都吃着劲 高庆只要听说电视里 哪家煤矿出事了 他就自己喝门酒 他不跟我说 我心里知道 他害怕着呢 这挣钱不容易啊 可不是嘛 不干也好 省着操心了 干点别的 你说这自己干着倒没事 这一卖就出事了 肯定是那姓林的狗贼又偷偷挖煤 你 这下方呢 秦儿啊 看来这回我们又见不上你先生了 秦秦 本来呀你奶奶也要来的 可怕她又放心不下她的小宝宝 她让我转告你啊 不得回家一趟带着路缘 来 让她亲眼见见 好 谁是我太姥姥的宝宝啊 好 养着一条小狗狗 也叫宝宝 我还以为是我了 对 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宝宝 对呀 你是太姥爷和我们全家的宝宝 好 来 咱们等着坐会儿 好嘞 秦秦 你就路缘出差了 她什么时候回来 要不我们就等她几天吧 就是 我们等她几天 她时间上说不准的 爸爸回台湾去看她爷爷了 爸爸和妈妈吵架了 冰冰 为什么吵架呀 是因为我们要来吗 没有 听到乱说话了 路缘还问你们什么时候过来呢 宝贝 听太老爷告诉你 爸爸和妈妈是明明分队开才吵架的 知道吗 路缘还说呢 欢迎你们去台湾去玩 真的吗 那可太好了 我正想回唐安看看 你能去吗 我要去 我也要去 为了看能不能请台来假 我们去一趟吧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部队在那驻扎三年呢 好 爷爷也在唐安待过啊 当兵打仗 上司指头两人打到哪儿啊 太老爷 原来你也都过解放军阳 我可当不了解放军 那你是什么军呀 太老爷呀 是国军 快点 让我爷爷把你当的我爷爷是解放军 是 是 冰冰 你可不能乱说话 就这么定了吧 回一趟唐安 也聊我一个心愿 你看行吗 当然行啊 我们研究院啊 在唐安还有一些合作研究的项目呢 正好啊我也可以去看看 顺便啊 好好地欣赏一下唐安的古文化遗产 一座名城哪 不要去唐安啦 过来 冰冰 好啊 综合以上分析 公司面临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 但是不是说一点希望都没有 只要我们大家 能像许总刚才讲的那样 齐心合力 就一定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徐总 宇洪集团的黄总才来了 在哪儿 安排在辉客室 你先去招呼他一下 龙岗宇洪的黄总才来了 我去见一见他 长儿跟我一起 还是卢总说得对啊 真佛迟早会现身的 该烧香了 长儿 郑律师 麻烦呢你跟各位董事 再仔细地研究一研究 最好能够想出一个方案来 好的 拜托各位 妈 我来吧 你过去坐 那我不管了啊 那是我爷爷姐夫 那是我奶奶 那是我爸爸 那是我妈妈 我知道 冰冰啊 这是谁啊 这是我太爷爷超气的 冰冰 你太爷爷是经商的 这是我在台湾吃饭 这个看得出来 冰冰啊 你这是吃的什么呀 葫芦头 什么头 葫芦头 好吃吗 嗯 很好吃的 爸 您怎么知道呢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们部队在唐安 铸扎了三年了 要不是共军 解放军把我们打跑了 我们兴许还能多住几年呢 太老爷爷 太老爷爷原来你也打过仗啊 是啊 太老爷跟日本鬼子还拼过刺刀呢 太老爷让我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孔 有没有孔 到了唐安 我带你们去吃胡桃 好 太老爷台湾有没有羊肉泡 有啊 羊肉泡 有啊 台湾哪什么泡都有 放出来呀可好看了 爷爷 你在唐安的时候干没干过什么坏事啊 坏事啊 对干过 看军人嘛 那个时候得服从命令 那我爷爷把你抓走 我爷爷是解放军 宝贝 抓不走了 太老爷太老了 干不动坏事了 那怎么办呢 这次来主要是来看你 还有是想去医院看看建军 不知道行不行 等闲下来再说吧 还是要尽快去看一看 大哥这次来 不知道是办什么业务 什么业务不业务的 不是说过了吗 主要是来看你和建军的 还有看你们 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的 上次来走得匆忙 回去以后去了一趟美国 来不及打招呼 对不起啊 大哥我想 单独跟你谈谈 好 去你办公室吧 大哥请坐 建军的办公室现在你来坐了 法人代表换了 坐在这儿也能够闻闻建军的味 是 法人代表换了也是对的 有时候感情还得为需要服务 大哥 想想看我们认识也很长时间了 有十来年了 有话我就直问 什么时候变这么客气 我们两个还需要这样吗 我借的是不是你的钱 往来账目多了 你说的是哪一笔 这次给银行还贷的三千万 重要吗 对我来说很重要 说来我听听 是还是不是 算是 算是吧 大哥这么做 目的是什么 你说是为什么 我不理解 你是一个聪明人 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不可能不理解吧 是你想太多了 我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 你有危难 做大哥的帮你渡难关 难道你看不出来 感觉不到吗 帮我渡过难关 不需要兜这么大个圈子 更不需要让别人来出面 还有 借款条一上 为什么要写股权质押 李莎 大哥说你太嫩了 不够成熟 大哥指教 那我直说吧 我是怕万一 有人从中捣乱 日后发生什么纠纷 你我都抹不开这层面子 捣乱 你是说卢元 不一定是他 好 如果我还不了钱 大哥会怎么做 你是在考我 你是在考我 我想听你的心里话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 好人做到底 送人送到家 大哥帮我渡过这个难关 以后我会种些大哥 很难办 你不打算卖 以前想过 不过 每当我去看建军的时候 他躺在床上 虽然不能说话 但我总感觉 他在叮咛我 要保住李莎大厦 好了 我明白了 大哥 如果你相信我 就再帮我一次 等我的资金倒过来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不是说要帮我吗 我已经在帮了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要不是我借钱给你 把欠银行的钱还掉 你想想 丽莎大厦今天 会是什么样子 谢谢 非常感谢 不过想要三千万端走 丽莎大厦 这根本不可能 那是 可能会高 也可能会低 很难说的 一定会高过三千万 万一低于三千万呢 以你目前的处境 要是到拍卖场上面 什么都可能发生 对 有一句俗话怎么说的 死老鼠任由老猫托 到那个地步 就不由你了 就算你是个美女 平日里有多美 品味有多高 可一到拍卖场上 就不是你说了算了 别忘记 是我让你免于任人宰割的 好 好 我不瞒你吧 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这个问题 来 我们抛开借款合同先不说 你出个价给我听听 也好 再给你时间你慢慢考虑 你别忘记 借款式的约定 我在龙岗告诉你要卖丽莎大厦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买 那个时候啊 你说了不算数 也就是说 从一开始你就决定要买了 有这个想法 我们是朋友 你完全可以直说 要不说你智能 生意场上哪有朋友啊 小妹 让我告诉你吧 生意场上面 只有对手没有朋友 利益面前 只有小人没有君子 谢谢指教 不用谢我 我也是吃过亏学会来的 啊 慢慢考虑吧 来 把箱子拿下来吧 陆哥 那我就不送你了 不用了 用不用我跟你去订评啊 不用了 你去也只能看看 还是等我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吧 这高兴一出事 也给你转不成钱了 还得让你自己想办法 没事 那赶紧赶路吧 那我走了 我走了 再见 不管什么消息 记着来个电话啊 谢谢你 五哥 没事不用了 我走了 诚哥 再见 路上小心啊 再见 诚哥 箱子 好 谢谢啊 再见 慢点啊 诚哥 走吧啊 诚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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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诚哥 妈 诚哥 妈 诚哥 诚哥 你说现在哪儿 这事看着都 真是大事有大事难重 小事有小事的麻烦了 你说这人 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呀 手机没开 我这也没开呢 老婆电话 真急事啊 喂 孔强 你干什么呢 手机关机了 山里没信号 我把手机关了 我爷和我妈妈过两天去唐安 你看你方便吗 行 那我订好票告诉你 你刚才怎么说话呢 就是 有话好好说嘛 卢远给你们带好 你没让我跟孙女婿讲两句话 爸 爸 不讲就不讲嘛 过两天不就见面了 崇孙子都这么大了 我跟孙女婿还没见过面呢 爷爷 你别唠叨了 好 不说了 你现在是坐着 我去给你带高电影 哦 快点 快点 是林的 干啥 政府 打人 打你 你就爱抢子 赶紧走 你以前进过闲鱼 没有 没有 不许哭 坐那儿 你们俩说几句 快点啊 不许哭 我想哭吗 我又没死你哭啥呀 我认住 我不哭了 不哭了 这就对了 咱妈咋样 我妈咋样 你咋样 你爸你妈 我还没问呢 就愣点头你 不用问 肯定好着呢 你放个屁嘛 快憋死我了 我还想哭吗 好好好 那你哭吧 别再憋出病了 你咋又不哭了 我忍住了 你酒带了吗 带了 刚让他们给收了 那你都带啥了 我带了 带的衣服 膜还有肉 行了 该带的你不带 不该带 带也和谈 我在这儿吃 穿都没问题 还能回去吗 好 不知道 我等你 你不等你小心点 其实也无所谓 就你这模样 也就找我高庆这样的人吧 你少胡说 账上的钱被封了 准备赔款 够赔不 不知道呢 现在只有听命了 没事 只要咱人还在 咱俩还这么年轻 咱再挣嘛 拖拉机的钱 我去给他想办法 黑猴还欠他五百万 我们找他要去 哎呀 答应卢国的事儿算是完了 走吧 姓林的你们抓着了 你们打算咋办呢 你是你 他是他 个人把那吃 个人吃 走 包 哎 静贾同志 你们可不敢打他 他有病呢 胡说 我啥命也没有 你咋一会儿灵性 一会儿啥的你 走 走了 回吧 了 真是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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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则发布的时候已经两个 obe home 假惯仓岚 само tiro detail 出发生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了 我看你心思啊 全部在这上了 明天再说吧 不是 我是想我是回家呢 还是 洛远 建军现在在医院 我看你 还是别去徐里沙家了 什么意思 不说了 我车来了 去哪儿我送你 不用了 你回去吧 我就挤不露了 那明天上午 电子行见 行 明天见 先生 咱俩在董家沟看见那些东西 你可别告诉别人 放心吧 你还要让家人 老崑 我地味道 咱俩在盖子上 她杀得罢了 我还是赢了 我还嫌疑 您身负 来 来 来 我看我爷爷的身体啊 是一天比一天差的 有啥办法 劝都劝不回来 我答应爷爷 把扶子栏开起来 到时候他肯定会回来 回来让他检查检查身体 怎么 你还真的就要开那么多了 我都答应爷爷了 陈金生有一个现场的典当行 到时候我们俩合伙 把咱们家的老字号挂出来 这把旧社会的东西拿出来用 这合适不合适呢 一个字号而已嘛 说起咱家这个老字号 我怎么一点都不清楚 算了 不清楚也好 对了 爸 龚青的爷爷和妈妈又来唐安了 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我也是刚听龚青说的 什么时候来 在订票呢 路远回来了 妈 怎么这么晚回来了 大妹有事 这儿 龚青 家人要来 好啊 咱们也该见见了 去台湾也不容易 怎么 你不舒服啊 下午分行的纪委书就找我谈话了 咱俩 啥事啊 失早的事 都快退休了 到底什么事嘛 还不是建军给你汇钱的事 建军是我朋友管我妈什么事啊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可问题是建军在我们银行有贷款 他们说建军给你汇钱 是我要的回扣 而且他们已经给分行递材料了 谁这么混蛋呢 谁还能让你知道 都是匿名的 肯定是黄湘明 好了好了 不要乱猜了 还是想怎么向组织上 把问题说清楚吧 老陆啊 我不想干了 那也得等把问题说清楚再说 如果真有问题 不是你干不干的事 就连我也没脸再干了 就这么点事 值得他们这么做吗 我找人证明不就 谁能证明 现在好见你已经在医院 许丽莎未必清楚 他们找过丽莎了 丽莎说不知道 你看 怎么样 我去找他 你找谁 黄湘明啊 你胡来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黄湘明指示人干的 我 你 你太幼稚了 这个徐丽莎啊 怎么就给你介绍了 这么一家公司 你一定会把他带来出了 他说你把他带来 你什么证据 你怎么看